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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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是什麼 科幻不會給你們直接的定義 因為科幻也沒有什麼定義 你不要說看了有字典、詞典、百科全書 任何一樣定義拿出來 都不夠充分 所有東西都一樣 你能夠替人類下一個定義讓我心服口服我也認了 好不好更不要說三民主義 第一話 第一講科幻是什麼 目前呢 在西方的研究者裡面 有蠻大的一派認同這種說法 但是有某位 A開頭的先生說的 那這種東西呢 因為你知道那是誰講的 對你們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也不要你們背 我也不想背 那也沒什麼意思 大致上大家都還蠻認同說 1818年馬力學來寫的科學怪人這部作品 就是近代 可以標明為近代 科幻作品 爛商 就是 開始可以標定有科幻這個文類出現 一部蠻代表的作品 好不好 當然 我剛剛有稍微提到過 那之前這個都算不算 這個都算不算 這個都算不算 算啦有人算啦有人不算 我也不要去吵這件事情了 只是很多人拿這部小說出來講 因為這部小說還蠻有代表性的 他談的那個主題本身 其實就很具科幻色彩 科學對於所謂的宗教 科學對於信仰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OK 馬力學來在1818年寫的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Prometheus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普羅米修斯 翻成中文了還不知道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普羅米修斯 這個人 普羅米修斯是誰 沒聽過對不對 普 羅 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裡面一個很 很重要的神明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英雄象徵 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裡面有一件事情是這邊的用 這邊的典故 而且也是他做了豐功偉業裡頭 跟人類最有關係的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希臘的神話嗎 希臘神話裡頭有一座主山是神所住的地方 叫做奧林帕斯山 奧林帕斯山 奧林帕斯 在上頭呢 住著一堆以宙斯 這個淫賊 你們對希臘神話都不熟是不是 再不熟也要知道宙斯是個淫賊啊 對啊 再不記你也要知道這件事情啊 OK 他的老婆是第一個出來雅膏的 他老婆叫赫拉 一天到晚在雅膏 但是奧斯還是一天到晚跟這個人生 跟那個人生 跟自己的女兒也生 所以整個希臘神話的系譜裡頭幾乎都是 相少龍 不是相少龍 幾乎都是奧斯 到處 豐功偉業 好但是這個神呢 希臘的神其實是很有人性 這樣講不太對 這樣講不太對 但是你們可以聽得懂他說什麼 OK 而且呢 每一個神還代表了某一種特別的個性 一種性格的代表 那這些神 他不把 神的文明 跟這種高等的 社會 給人類 所以在那個時候人類其實是如毛引血 因為 關鍵在一件事情上頭 這些神會用火 人類不會 普羅米丘斯幹了一件事情 他從天庭 從奧林帕斯山上面 偷了火種 交給人類 而且教人類怎麼使用火 從此而開 開拓了整個人類的文明發展史 人類因為有了火以後 才產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文明 晚上看得到了 食物可以煮熟了 冷天不用怕動死 OK 有了火之後 整個文明開展了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普羅米丘斯 從天上倒了火種 讓人類開始有了文明 這件事情讓宙斯非常震怒 他是一個只准周關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的傢伙 到處亂放火 OK 所以他把普羅米丘斯抓起來 判了一個非常殘酷的刑罰 多殘酷呢 他把他綁在一座山上頭 然後派一隻老鷹 每天來鑿他的肝臟 你知道鑿肝臟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科學根據的 肝臟是人體裡頭 再生功能最強的器官 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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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然後飛回去 不會死 長出來 隔天再來著 被判了永刑 聽懂沒 所以普羅米丘斯對於人類是有貢獻的 但是他受到了 懲罰 科學怪人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現代的普羅米丘斯是什麼意思 談的是 一個姓Frankenstein的傢伙 因為某些緣故 想要用科學的方法 把死人帶回來 讓死人復活 他挑戰神 對於生命這件事情的 予取予求 生命本來是由神所掌控的嗎 有沒有 炎王要你三斤死 不敢留人道 你把炎王換成 耶和華換成都可以 受命天注定嘛 他就不信邪 然後 劇傳是到墓地裡面 就挖了很多死人的屍體 然後縫起來對不對 各種版本的演法都不太一樣 重點是到這邊都還 跟科幻扯不上關係 因為一件事情 而讓有人覺得這部片子 這部小說 可以算作是 近代第一部 科學 科學 概念寫進去的 小說 也就是科幻小說的算是一個源頭 就是他發現 在裡頭寫了 屍體縫完了之後 通電 雖然馬力學也寫得模模糊糊了 但是隱約 讓人知道他 曉得這件事情 因為在他寫書的那段時間 在歐洲 剛剛科學家發現了 人體跟電是有關係的 有沒有 拿電在那邊電一電手會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人體神經系統的傳導 基本上就是電位差嘛 OK 微弱的電位差嘛 所以如果拿 東西通人家電 人家腳會在那邊抖有沒有 有沒有 不要去玩別人 這不禮貌 好不好 發現了一件事情 然後馬力學來 把他寫在小說裡頭 那事實上馬力學來 有沒有宣稱自己寫的第一部科幻小說 那有可能啦 那個字眼是等一下才跟你講 後面才會出來的 他其實只是在寫一部 哥德恐怖小說 而在那段時間 哥德式的恐怖小說是很流行的 恐怖小說 這叫哥德這兩個字 哥德式教堂 哥德這個 哥德那個 OK 關於哥德式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你們自己回去找找看就是了 恐怖小說很流行 其實馬力學來為什麼會去寫科學怪人 講古典科幻的時候在跟你們仔細說這個故事 他是被幾個男人欺騙之後 才寫出這篇故事 好不好 他是被耍了 大家約定好 隔年 大家一人寫 寫一篇 隔年來的時候 只有他寫了一篇 其他都沒寫 這個故事 OK 到時候再跟你們說 然後Frankenstein這個名字 又是什麼名字 你們對於洋人的名字 有點研究的話 你會知道這個 這個名字 什麼什麼Stein 什麼什麼Stein 猶太人 Frankenstein是個猶太人 那為什麼主角是個猶太人 這名字也不是亂取的 OK 跟那段時間的氛圍是有關的 到時候再跟你們說 猶太人是什麼 為什麼他是個猶太人 為什麼猶太人會幹了這種事 為什麼馬力學來會以猶太人當主角 也都是有關係的 都是有關係的 然後這張PowerPoint呢 其實到時候在講古典科學的時候 應該還會再跑出來一次 順便只是提醒你們 這張PowerPoint裡面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是馬力學來跟科學怪人 不要搞不清楚 就好了 嗨 你搞不清楚對不對 不是不是 馬力學來 不是 記筆記啊 對齁 我忘了 你們有人要認養筆記 不用期末考 其實不用期末考也 這樣啦 不用什麼認養不認養啦 如果你自己記了筆記 又很熱心的每週 放到論壇上面給人家看 那也算是你的功德一見 對啊 那我學期末也是會有重賞的 就是這樣 好不好 可以吧 你們愛做這件事 就到論壇上面去做好了 你想開一個專區當專欄 老師 我的東西請你幫我放在同一個 folder 裡面 比較乾淨清爽 我就幫你開 然後你如果真的是這麼熱心公益 你東西也記得不錯 學期末必有重賞 我這人一向阿沙里 修過我客人就知道 好不好 好 這張 我還以為 那你對這張拋噴了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喔 馬力學來 科學怪人 只是蠢 只是蠢想到分音 好 感謝你提醒 真的拿到丟東丟西的 好 那科幻這個名詞呢 科幻這個流派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簡單來講 1926年 這個部分就有十句可以考了 有個叫 Hugo Gersbach的傢伙 1884年到1967年 他是一個 歐洲移民 是個美國的工程師 然後他自己很喜歡看這些 科學故事 跟科學有關的小說 很喜歡那種東西 然後他也很熱心公益 所以 熱心公益講假的啦 他其實是個商人啦 但他也不是做什麼賺錢生意 他是做賠錢生意的商人 好不好 真是一個好商人 他就辦雜誌 他全辦雜誌 辦了太多 辦了一本接一本的雜誌 他辦的這份雜誌叫做 Amazing Stories 驚奇故事 OK 在創康號裡 創康號的封印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張 網路上面找來的珍貴圖片 好像還有他的親筆簽名 這個應該是啦 應該是啦 這是謎族珍貴 他在這部小說的創康號裡頭 寫 開眾名義 替這種他很喜歡的文類 取個名字 做市場定位 他把這種跟科學的想像有關的 至於他這裡面幾個名字啊 HG Wells是誰啊 喔 Eurus Voron是誰啊 這個應該法國人的名字啦 法國人怎麼發我都不會發 好不好 如勒凡爾納先生 OK 底下那個 Edgar Allen Poe 艾倫波又是誰 艾倫波我們在這邊比較不會談到 因為艾倫波寫了很多作品 大部分都是驚悚奇幻的作品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一個詭異作家 當然活著的時候也沒有賺太多錢 偉人好像都是這樣 我其實也蠻窮的 這裡有邏輯問題 偉人都蠻窮的 他窮的不就算是偉人 他把這種文類呢 自己定名為 這個時候會不會念 這個時候會不會念 我前幾天去另外一間大學演講的時候 我前幾天去另外一間大學演講的時候 同學不會念 發音發不出來 怎麼念 Scientifi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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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cientificion 知道這個字怎麼造出來的嗎 看得出來吧 程度夠啊 哪兩個字拼起來了 哪兩個字拼起來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你在上面有看到Science嗎 Science Scientific Scientific 有沒有 科學的 科學的形容詞吧 Scientific 加Fiction OK Fiction這個字在英文裡頭有兩個意思 本身的意思是虛構的東西都叫Fiction 而且這個字也叫小說 小說 因為小說就是虛構的東西嘛 所以虛構跟小說是同一個字 跟科學的小說 所以他把發明了一個字叫Scientific Fiction 這麼長 他非常自名得意自己發明的這個字眼 但是結果是失敗的 因為你們知道嗎 後來沒有流行這個字對不對 後來流行別的字嘛 後來流行的字 就是你們比較熟的嘛 Scientific Fiction呢 你知道嗎 美國人有大舌頭 對於英國人來講 美國人有大舌頭 就是說他們那個 美語裡面有很多的 英文單字都簡化過了 都簡化過了 OK 音節太長不會念啦 所以美國人學德文是很傷腦筋的 德文的字都很長對不對 音節太長不會念 大舌頭 所以這種少年快報 你讓人家不會念 就沒有人要看 後來呢 只好因應民俗的要求呢 回應民意 把Scientific Fiction又拆開 變成Science Fiction 跟科學有關的小說 懂不懂 Science Fiction 比較好發吧 Science Science Fiction 你自己念念看啦 Scientific Fiction Scientific Fiction很難發 很凹口 雖然看起來很專業 但是賣少年快報幹嘛要專業呢 對啊 沒錯啊 所以呢 Scientific Fiction 就變成Science Fiction 然後Science Fiction呢 美國人又更懶 直接剪寫SF有沒有 常常看到SF嘛 SF這個剪寫呢 現在日本人用的比美國人還兇 日本人動畫出來動不動那個標題 SF超大作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有沒有 SF金字塔的頂點 有沒有 你仔細看日本人哪有SF 日本的科幻都叫SF OK SF呢 在台灣字 山花棉襪 你們知道這個品牌嗎 我都穿山花了 因為它上面印SF 你這笑話的媽日還蠻冷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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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有個很有名的 科幻粉絲 前幾年不幸死掉了 名字 你們上網去找就找得到 他 有一天在開車 的時候 聽廣播 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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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聽到那個 在賣音響 賣Hi-Fi音響 他靈機一動 覺得 Science Fiction SF 可以有另外一個簡寫 叫 Sci-Fi Sci-Fi 聽起來跟Hi-Fi很像 後來就到處傳播這個縮寫 也有一幫人在用 但是搞 科幻學術的人很討厭 不知道為什麼 很討厭這個詞 覺得這個詞很慫 很慫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覺得他很慫 我覺得他蠻可愛的啊 你現在只要到那個DVD出租區 科幻片底下就寫Sci-Fi 好萊塢科幻電影都跟Sci-Fi OK 可能是因為聽起來太通俗了 引起學者不滿 因為東西太通俗了 學者就沒飯吃了 OK 可能還有人堅持要念Scientific Fiction 我不知道啦 好不好 所以Sci-Fi這個 這個縮寫也留下來了 但是用在比較popular 比較大眾 比較大眾 的 的 科幻作品 尤其是影像作品上頭 底下那兩個字 是希臘字 讀音也叫做Sci-Fi 很少人用 宅到不行的人才用 你如果看到有人穿個T恤上面印這兩個字的話 他是宅中之宅之宅 而且是西方宅 因為在這邊有人看得懂 好不好 Sci-Fi 剛好很巧唸Sci-Fi這樣 當初傳到中 科幻作品傳到 華人世界的時候 最早期是被翻譯成科學小說 因為Science Fiction Science 科學 Fiction 小說 科學小說 這個名詞在民國 早期的時候 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偶爾有一些科幻作品 被翻成中文的時候 叫科學小說 不過後來這名字比較沒有人用的原因 是因為 有真正的科學小說 跟科幻小說是有區隔的 它裡面談的事情是科學的事實 而並不是 沒有幻想的色彩在裡頭 比方說 舉一部電影的例子好了 阿波羅11號有沒有人看過 阿波羅13號對不對 阿波羅13啊 有沒有看過 Trouble 然後掉下來 對對對對對 Houston We got trouble 有沒有 每次都太空人 修士頓我們有問題了有沒有 上這一班真冷欸 是怎樣啊 你們基本常識也都沒有 電影都沒看過對不對 阿波羅13號啊 他們好像那個隔額壞掉 太空船 火箭發射的過程本來要登月啊 結果煞雨而歸的那一次啊 太空人沒有登成月 非常的怨恨的那一次 在半途 那個火箭出的事情啊 有沒有 差點死在外面啊 後來好不容易回來的事情啊 那我真的不知道該舉什麼例子 還好 會不會還講十月的天空 你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十月天空你們比較熟嗎 為什麼 真的有別的老師拿來當例子對不對 栗智片喔 栗智片喔 栗智片為什麼要放十月的天空啊 栗智片應該要放千鈞一法 沒有 十月天空你比較熟是不是 那你就是十月的天空 十月天空是 它原著是科學小說沒錯 它不是科幻小說欸 它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有沒有 裡面沒有碰到外星人 也不是它隔壁其實就是外星人 沒有這回事 那種是科學小說啦 所以後來中文裡頭就把它分開了 裡面有帶幻想色彩的 Science Fiction這種東西 就把它放成科幻 科學幻想 科學幻想簡稱科幻 啊放這一張圖片的原因是因為 這就是太科本的象徵了 美國科幻黃金時期的那個 Science Fiction的調調 這份雜誌就叫Science Fiction 不談 你看喔 當初的老梗不就這樣嗎 後面一個火箭表示這是科幻作品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男的一定要抱女的有沒有 女的一定要被男的抱 你看不出來這兩個動作是有主動跟被動的區分嗎 你把兩個角色換過來看看 一個女的熊抱一個男的 你有看過這種海報嗎 然後這男的為了要顯示他並不是一個牛仔 他一定要帶一個金魚缸有沒有 表示他是太空人 有沒有 Science Fiction 就是當初在美國科幻黃金時期大部分作品就是這副樣子 英雄救美 英雄要帶 要拿死光槍 要帶金魚缸 出入要做火箭 然後很奇怪的 跳到奇怪的星球的時候金魚缸拿掉還可以呼吸 大部分就是這種東西 好不好 那 好 所以Science Fiction這個字呢 是這樣來的 Science Fiction 等於科 國號科學 加 幻 或跟小說 因為Fiction本身有小說的意思 本身也是幻想 所以翻成科幻小說也是Science Fiction 說科幻也是Science Fiction 你不用刻意的說科幻小說就是Science Fiction Fiction 這是白癡的行為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關於科幻 基本上 有沒有問題 我沒有直接定義他 但我給你一個刻板印象 然後告訴你這個字大概是怎麼來的 OK 接下來呢 有一個觀念是我自己在上課上很喜歡說的 因為 在台灣 我覺得在國外是另外一碼的事情 在台灣的 小朋友或大部分對科幻有興趣的人 嗯 腦袋裡面裝的東西有兩大阻力 一派是美式的 歐美的 一派是日本的 是吧 你們有人腦袋裡面放印尼科幻的嗎 比較少啊 就算有 還是哪一國 我這樣講有問題嗎 還是沒有 還是你們腦袋裡面也沒有裝這兩國的東西 這我不太相信 墨西哥 墨西哥 那這是我上個禮拜才幫你們裝的啊 我就不想你們進來課堂之前 腦袋裡面有墨西哥 你們腦袋裡面只有墨西哥披薩 啊對辣的 買大送大送那個不要吃 不過講到哪裡去了 美國跟日本的科幻 我覺得很好玩的事情說 日本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 它很多東西都不是原創 但是它 它令人敢配的一點是 它每次拿來人家東西之後 改一改做一做做一陣子之後 改頭換面那東西跟原來的東西都完全不一樣 又有了新的生命 動畫也不是日本人發明的啊 有沒有 漫畫也不是日本人發明的嘛 結果 你看現在日本漫畫跟歐美漫畫的 style差多少 差很多 卡通也是一樣啊 日本動畫跟迪士尼動畫 你可以放在一起嗎 不可同日而語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個喜洋洋語灰 喜洋洋語灰它偶爾有些科幻橋段 偶爾 偶爾 但 好啦不說了 大概我會故意把這東西拿出來講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隱隱約約有沒有發現 好萊塢科幻電影跟日本的科幻動畫大部分 雖然好像裡面都有科學都有幻想 但是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怪怪的 有沒有發現 還是完全沒發現 沒有啊沒有啊 我比較喜歡看日本的 美國的都沒什麼在看 欸沒有啊 對啦兩個不太一樣啊 一個講日文一個講英文 你們觀察力如果只是到這種程度的話那真的是 難怪需要上課 這兩種東西啊 正統的來說 Science Fiction 以你們對於英文的理解來說 什麼叫Science Fiction 大概說一下 它Science跟Fiction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有關科學的那種幻想 有關科學的幻想 這樣講也沒錯 那如果這樣幻想科學 Fiction of Science你要怎麼說 Fiction of Science你要怎麼說 去想科學是什麼東西 是一種想像中的科學 這個是由科學去延伸的某種想像 等於是從科學去做某種推想 知道我的意思嗎 一種蠻科學的想像 上面的東西 語感上不太一樣了是不是 這好像講的是一種很奇怪的科學有沒有 某種想像中某種捏造的科學有沒有 我如果用中文講到這樣 你有沒有開始聞到有一點點味道 日本的作品大部分好像是 雖然他們號稱自己是SF 但是大部分在搞FS 日本科幻作品裡面的科學其實有一點不堪一擊 除了這個作品之外就不可能存在了 比如說高達20米的機器人 還可以戰鬥 在太空中勉強還可以 在地面上20米高的機器人 只能拿來壓死敵人而已 蓋的出來 但是應該不會動 去年台場就蓋了一隻 18米高 現在移到靖岡去了 有五隻青蛙還講去偷 你們連這個梗都不知道嗎 青蛙 我覺得好像上了一個冷班了真糟糕 其實只有四隻一直會被抖落 只有四隻 你這是宅到不行 有一隻常被忘記對不對 連拿出來舉例的時候都忘記 科學幻想是什麼 我舉兩艘很有名的船 在科幻界非常有名的 星際一戰艦拿來當例子 你們就比較能夠了解 為什麼把它分開來 這兩個東西不太一樣 這艘船叫做 有 有人看過嗎 鴉雀無聲 沒有人認得 這艘船叫做Enterprise 台灣翻成企業號 有沒有人聽過 完全沒聽過 他還是一個很有名 有名到你們都沒聽過的話 實在是 真是萬幸 你們沒有被美國人洗腦的太嚴重 好不好 自我安慰一下 Enterprise Star Trek 星劍迷航記 都沒聽過 問你一艘星際戰艦長得這個樣子 他跟地球上任何交通工具有像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長得這個樣子 他只像玩具 因為要讓人家知道 他不是地球上面的交通工具 聽起來好像很奇怪對不對 他是地球上的玩具 他是地球上的玩具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人曾經懷疑過 最少我就懷疑過 當初畫這個造型的人 他的靈感是不是從中餐館來了 去中國餐館 上菜囉 兩個筷子 在餐巾紙上面畫出來 好像不是啊 真的 不過難免有這種聯想 後面兩根叫驅速引擎 那 這種東西說他是 太空船 有沒有一點點說服力 應該有一些玄機在 OK 滿科幻的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200 應該是2002年左右 的 Star Trek最新的一個影集 因為在那個之後也沒有影集 後來只拍了幾部電影而已 Star Trek的這個影集叫Enterprise 他本身在拍 Star Trek的前傳 OK Star Trek的前傳 他拍的是人類剛剛開始 懂得 製造驅速引擎 那段時間的事情 OK 那 那個影集的片頭 一來是片頭曲滿好聽的 說真的 二來是他那個片頭曲呢 很 我覺得很恰如其分的 去替我 向你們解釋的 什麼叫Science Fiction 比較典型的一個過程 從Science到Fiction OK 那什麼東西是Science 進步背後的驅動力呢 就是人類的Wheel 人類的意志力 人類的慾望 人類的夢想 為了達到夢想而發展科技跟科學 然後科技跟科學又一路的延展他的夢想 OK 這個片頭講的是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給你們看一下 歌詞是我翻的 中藝 叫做Faith of the Heart Enterprise 第一季的 看到沒有 人類從小竹筏開始 離開陸地 探索海洋 第一艘叫做Enterprise的英國帆船 然後熱氣球 探索空中 螺旋槳飛機 第一艘太空說原型機叫Enterprise 萊特兄弟 海底 太空人 火箭 這個 知道嗎 火星 太空戰 這艘有點沒看過 這個好像也沒看過 這艘就 完全沒看過 來看 Science Fiction 有沒有看到 從Science到Fiction OK OK 他是從Science開始 去做了推想 其實大部分 好萊塢的科幻片 不要說那種太爛的 都 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法則在進行的 他有了一個 科學或科技的一個 一個目前知道的某些事情 然後去做某些延伸跟推想 有的延伸的好 有的延伸的爛 有些想到後來呢 前面東西不見了 那個也有 滿白癡的 OK 大部分Science Fiction 是從Science 開始走上Fiction的道路 而 有另外一艘船 也是很有名的 有沒有一點點能夠體會我在說Fiction of Science 什麼意思 這種Science 有什麼必要存在嗎 請問 為什麼太空船要做成 二次大戰的一艘沉船的樣子 還不是樣子 他還拿那艘去改的 而且我告訴你 同一個作者 原作者松本林氏 在日本是一個很有名的漫畫家 還有另外一部作品 你也會留鼻血 銀河鐵道999 蒸汽火車在太空中開 呼呼 還會冒煙 這種科學 只存在 某些人男人的浪漫裡頭 OK 一種因為要符合某種浪漫跟幻想 而 發明出來的科學 日本很大部分作品是這一類的 因為有某種故事要說 因為有某種夢想要達到 所以在裡面發明了很奇怪的科學 其實這件事情不用我吐槽 有一個日本人 日本人自己都在吐槽 有一個人叫柳田李柯雄 他出了一系列的書 叫空想科學讀本 台灣遠流出版社有出過中藝本 第一集到第二集 不過他在日本出了很多本 他因為告訴你 他用很簡單的公式 算給你看 為什麼無敵鐵金剛做不出來 如果做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他的腳一定要很大 不然會站不住 然後弄來弄去 最合理的無敵鐵金剛長得跟金字塔一樣 搞個屁眼 然後呢 就算無敵鐵金剛做得出來 他的駕駛人也很危險 因為他坐在指揮艇裡頭 你看那個影片 他又沒有綁安全帶 會飛入去了 好不好 然後金剛衝撞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叫做冠性 諸如此類的 他就專門在吐槽這些事情 還滿好玩的 宇宙政經亞馬特 坦白講 你說他科學的成分有多高呢 就不要去計較了 你在裡面看到所有的宇宙戰爭 看到了艦隊戰 看到裡面出來那個飛機 那飛機就叫零四戰機 新零四戰機 根本就是在打二次世界大戰的海戰 搬到太空去 把美國人的臉塗綠 然後給他一個外星人的名字而已 去看啊 他的歌是軍歌啊 OK 這種東西我自己在細分 在科幻裡頭 應該算是幻想科學作品 然後給你們看一段影片 非官方影片 但是我覺得比官方的精彩很多 鄉民自己弄出來的 所以裡面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 看到沒有 你以為他是二次世界大和號 不是 他就飛給你看 名字都是假的 這是鄉民作人 唱軍歌有沒有 Kerono軍朝裡面也有這種 很像的東西 今年年底啦 真人版電影 日本要上映 主角是那個誰 木村拓哉主演 木村拓哉演剛剛那個紅衣服 在演他 跟你們講的一件事喔 因為這個才有鋼彈 因為這個東西 就把那種軍武 軍事 軍事化的這種東西 帶到日本那種 本來在賣玩具的那種 超級機器人作品裡頭 把軍事的概念帶進去 後來才有鋼彈 1979年才有鋼彈 所以 好啦給你們看一下 感受一下 我覺得科幻可以再細分的原因是因為 你覺得這種東西叫Science Fiction 我覺得有點小牽牆啦 好不好 所以裡面有某種奇怪的Science 那個Science只有在這個作品裡面才會 才會成立 OK 那 但是呢 簡而言之這兩種東西 都可以算是Science Fiction 都可以算是科幻作品 在嘲笑人家之前 你想想看 華人有資格嘲笑人家嗎 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Science Fiction還是Fictional Science 美國有一艘船嘛 日本有一艘船嘛 有沒有 我們咧 我們咧 我們如果要派一艘船出去的話 我們那個船叫什麼船 你跟我走 蛤 什麼船 台灣號是不是 那這個作品呢 會被 某個國家人抵制 是 300 什麼船 我問你啊 好啊 就算拉法葉對不對 這是法國船 拉法葉是法國船嘛對不對 光華6號 龍宮島 什麼船 龍宮島是日本的東西啊對不對 台灣只會自製 什麼光華6號 海角7號 那不是船啊 那不是船啊 海角7號還不錯啊 然後裡面什麼 開演唱會是不是 欸有個名字也不錯 因為提醒我 雖然沒有太多人知道 賽德克巴萊 我覺得不錯啊 賽德克巴萊 欸我幹嘛替人家的電影宣傳 請多支持國片好不好 庫瑪 欸 還有什麼 副號7日號 我隨便亂講 順便替國片做做宣傳 蒙甲號也不錯啊對不對 蒙甲是小船 小三板的意思 不對嗎 是嘛對不對 所以一台大戰艦叫VANGA 很奇怪啊 VANGA是小船啊 但是如果賽德克巴萊號 裡面分出來小船 沒騷叫蒙甲 應該還不錯 然後負責去火拼 不要覺得好像不太 怎樣 劉問你們覺得可以寫了 就拿去用啊 就拿去用啊 我來教科幻的目的就是希望 再來下一代有更多的自己的科幻創作出現啊 不然我幹嘛來教這些事情欸 我來這邊又不是魏斐宣傳 專門來介紹 欸好萊塢看完電影喔 然後欸日本看完動畫片喔 好棒好棒喔 大家去支持喔 趕快去看喔 我神經病啊 這些東西不用我賣 他們都賣得下下叫了 我何必咧 我只是希望 我在這幾年 在這邊傳福音的過程 傳完了之後呢 我兒子或我的孫子 可以看多一點華人的作品 我說真的 華人也有某艘船到太空當中去 不管是這裡的船還是那裡的船 當然我會希望這裡的船先出來啦 看起來不錯啦 呃 如果有 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狀況底下 把台灣號送上太空 我就給你跪 我覺得蠻好的 不錯啊 不錯啊 也不是沒有方法啊對不對 因為天災人禍啊 全世界的人口死掉了一大半啊 所有地方都變成荒地啊 然後要造一艘全新的巨大太空方舟呢 其實要花太多錢了 不如抓一個小島來改 找來找去 全世界只有一艘大小也剛剛好 形狀也滿像船的 就選這來改好了 有沒有 還不錯 你可以寫這個故事啊 為什麼不能寫呢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會選台灣這艘船 因為地球之所以會變成那樣 是因為受到不明外星人的攻擊 那些外星人要來攻擊地球之前 早就已經做好很多功課了 從我們這邊流出去的很多 電磁波裡面 擷取了很多 電影 去看 他們就知道 喔 原來這個地球上呢 最重要的城市是哪幾個啊 紐約 洛杉磯 華盛頓DC 巴黎 倫敦 北京 莫斯科 上海 香港 這些在電影 電影裡面出現很多 這些城市都很重要 所以第一發攻擊就先把這幾個城市都 和諧掉 結果在這一波裡頭 全世界大部分的強權 通通都群龍無首 全世界只剩下一個很奇怪的政治實體活著 因為聯合國明錄裡面沒有 然後剛好 不巧這個島上還有很高級的科技人員在上頭 沒辦法臨危授命你知道嗎 就將錯就錯將計就計 因為 能見度過低連外星人都不認識 所以意外的成為這個地球的救星 開放版權 你們看誰去寫 還是你們要大對接力 在上面開始寫起那個 故事接龍 寫得好 重重有賞 到學期末的時候 我可以幫你們出一本集子 我找個編輯幫你們論一下 搞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老師你先把你的頭寫在版上 我們後面接 我有時間寫頭 我就 事情都告不完 不用啊你們自己看錄影就好 你不覺得這樣講和情和理又沒有冒犯到任何政治實體嗎 有沒有 我覺得還不錯嘛對不對 然後 開上去 台灣號 然後幾艘護航艦 有沒有 綠島 比較大台一點 澎湖金門 然後還有一台蘭嶼在這邊 然後派出去小戰鬥劍叫蒙甲有沒有 然後這戰艦旁邊還要伸出兩隻手 一隻叫賽德克巴萊 一隻叫做 莫納魯道 我自己都 都覺得 好像很能搞 有沒有 逃生艙叫天燈 嘶 懷納的呢 好笑表示有娛樂價值嗎 就去寫嘛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 有寫好過沒寫啊 有想好過沒想啊 在今天我們這樣 打打鬧鬧鬧出這東西來之前 這東西存在嗎 沒有人談過 沒有人覺得這有可能 沒有人覺得科幻這件事情 跟我們 能扯得上關係嘛 小豆腐的意思嗎 你要發現那是可能的 那是可以做的 那是好玩的 那是有趣的 那說不定有充滿商機啊 到時候公仔都可以賣啊 還可以有組裝模型有沒有 按了彈簧 啾啾啾 天燈一個一個跳出來 好 不要太嗨 好不好 欸 照這種進度可能 下個禮拜都會講不完 好啦 不管是science fiction還是fictional science 廣義來說都包含在科幻的討論範疇裡頭 也最少是在我課堂上面都會去提到 沒有很嚴謹 只是讓你們覺得有些微妙的不同 所以你們之後在創作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要做science fiction的創作 還是選擇做fictional science的創作 fine都可以 我隨便講啊 那個台北 台北市有三個高中生 都是不同學校的學生 然後呢 很喜歡 蠻宅的 兩男一女 我說要青菜共耶 剛剛參加完那個cosplay 回來之後呢 身上的那個 那個衣服還沒脫掉 結果不小心 看到博愛特區那邊有人在 有人在挖 挖那個停車場 欸 可以申請挖 挖掘喔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老 老先生 一天到晚在博愛特區裡面挖 他申請開挖可以 付錢就好 當然有手續啦 因為他號稱他手上有日本人 留給他的藏寶圖 在博愛特區底下有埋藏金礦 有埋藏寶藏 日本人當初沒帶走的 三不五時就看到一個新聞會出來 就在那邊挖 在那邊挖 這是我以前想問的故事就送你們好了 然後那個三個就走走走走跳跳 然後幹嘛不小心掉到那個坑裡面去 對啊 結果那坑呢 很意外的爬錯邊了 爬不出去 爬到一個洞裡頭 原來日本人真的在底下留了東西 留了寶藏 但那寶藏不是金塊 對不起 找到了三台機器 奇怪 怎麼一艘 怎麼有一艘戰鬥機 一艘潛水艇 一艘戰車 啊三個人就 就跳上去了 不巧在這個時候不知道為了什麼 看到某個開關之後呢 機器開始動起來有沒有 機器開始動起來 所有人就開始慌 也不知道怎麼操縱 後來發現也不用操縱 因為日本的機器通常不用操縱 用喊的就好 叫一叫然後 蛤 因為那東西啟動了 不知道發了什麼訊號 所以開始有很奇怪的人要來入侵 入侵台灣了 糟糕 在這個驚險的時候 有一台巨大的異型機器 就掉在那個 那個西門町旁邊的淡水河上頭 砰 建起一堆水花 然後開始用死光到處破壞西門町 那很多小人就急著 啊啊啊啊啊啊 有點像哥吉拉登錄那個樣 正當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如何是好的時候 從地基水門的底下 噓噓噓噓噓噓 三台機器就飛出來 然後三台那三台機器人幹嘛呢 三台機器其實不能幹嘛 一不小心 不小心按了一個按鈕 三台機器就合體了 變成一個巨大機器人 開始跟那個外星人打起來有沒有 然後打完了之後呢 發現整個地球陷入危機 外星人大軍壓盡 美國的最先進戰機也拿到沒辦法 這個時候全世界唯一的救星 居然就落在三個宅男女的身上 他們是怎麼會操縱這些東西的呢 沒有辦法 回去趕快去調露營帶出來看 欸欸欸以前超級機器人是怎麼 怎麼操作的 欸那片子裡面是怎麼演的 結果沒想到看了那些東西之後呢 喊出來的招式還真的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難道日本的那些科幻作品 那些巨大機器人作品 不是唬爛的嗎 原來去找 啊找找找 原來那個 他們回去裡頭挖 發現留下來的文件裡頭 噢 福島博士 金田博士 蛤 還有勇景 博士 跟石川博士 然後後來去對照一下 欸以前看了一些那些熱血 超級機器人的漫畫 欸那幾個人的姓怎麼都是一樣的姓 他發現 那些博士 當初就是這一些 科幻漫畫家的祖先 的阿公 原來這些漫畫家畫出來的東西 都是他們阿公 沒有講名 但是給了一些 hint 他們把那些東西畫成漫畫 比方說無敵鐵金剛啦 蓋台機器人啦 那些 原來他們阿公以前真的造過這種東西 這個是鐵人 28號 之前的27號 26號跟25號 我正在講的啦 這是我本來想寫的小說 沒時間寫啦 就送你們好了 啊為什麼不能呢 欸因為之前日據時代 日本人確實在台灣留下很多軍事基地啊 神風特空隊的飛機 很多是台灣起飛欸 台灣嘉義水上那裡的機場 是神風特空隊當初起降的機場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啦 那台灣人撿到日本留下來的機器人 這下引起了政治風暴 日本人也想來討 美國人也覺得這東西很危險 那個叫做什麼 欸 先行者也要來 先行者 先行者是 你們上網去找先行者 就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最厲害的武器叫中華大家農 對不起 我是機器人宅這樣可以吧 好不好 我熱愛機器人 我非常喜歡玩機器人 非常喜歡研究機器人 好收掉 為什麼不能創作呢 我們可以有我們的文化背景 我們熟悉的東西 我們去炒自己的大鍋菜出來玩嘛 我說過了啊 我們小吃 我們都吃不慣別人的東西 我們都自己搞了很多好吃的小吃出來 為什麼在科幻作品上頭 我們自己缺席這麼久 啊也沒人覺得自己可以搞 就搞搞看嘛 寫小說又不花成本 有沒有 你如果找到旁邊一個會畫圖的 還可以幫你在旁邊畫畫插圖 然後同仁展上面就可以去賣同仁本 我幫你賣 真的 像剛剛那個機器人的設定 你應該也可以畫得出來 只是有點困難而已 好啦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一樣 10分的時候回來 我們繼續上課 好不好 5點10分回來 我們講第二獎 科幻很深奧嗎